大家好 我是愤怒的调音师 上一节课讲到 背诗手四玩音 现在要找上鼓手一起玩 也就是让背诗手和鼓手一起演奏 让调音师先听一下 价值鼓和背诗合奏的声音 但为什么就单单要 背诗手和鼓手来合奏呢 不应该等吉他手啊 主唱四玩音在一起合奏吗 肯定不等啊 他们不是还没四音吗 鼓手和背诗手是最早四玩音的 让他们先合奏 这是为了先调好这两个家伙的音量比例 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 整个乐队里面能量最大的乐器 就是笛鼓和背诗了 所以只要调好他们的音量 调音师基本就掌握了整个乐队的音量了 而且这两个家伙又是低频乐器 不但能量大 还容易掩盖其他乐器的声音 所以现在趁其他乐器还没适应 我们先把这两个低频乐器处理好了 后面整个乐队在合奏时 就会顺利很多了 不然很有可能整个乐队一合奏 主唱和电吉他 传他们要的被敌骨和背诗的低频给淹没了 而且更重要的是 要先让这两个低频乐器融合起来 不要打架 背诗要包得住敌骨 所以一般的现场演出 都是背诗手试完音之后 就会立刻把鼓手给喊上来 让他们battle一下 那这时候鼓手和背诗手要干什么呢 你俩还能干啥 他爱情动作片啊 赶紧弹起来就是了 鼓手和背诗手一听 都他喵得还起来了 哦 原来到我们露脸的时候了 然后就free jam 各种瞎弹 各种瞎打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 调音师超想上台打人的 叫你们合奏就free jam啊 但你们两个在干啥呀 一点配合的意思都没有 你弹你的 他打他的 背诗和鼓一起玩outside 完全试不出效果来 那我还是个毛啊 其实你们只要老老实实的 弹奏你们要表演的曲目就可以了 别瞎弹了 你们也不是fusion乐队 除非你对你们自己的 即兴能力特别有信心 不然当你们看到 调音师的脸越来越黑的时候 就赶紧别即兴了 老老实实弹你们的 八分音符合动起大起就可以了 一般调音师可能会 叫你们弹个几分钟 期间可能会叫你们停下来 因为又有新的状况出现了 就是低谷话筒和背诗音箱窜音了 这是很常见的情况 这是因为很多人老想着 鼓手和背诗手都是玩节奏和低频的 他们是好兄弟 所以就把背诗音箱放到架子鼓旁边了 这样子不但坑死了调音师 还顺带把鼓手给坑了 这是因为背诗音箱太高进架子鼓了 所以声音很容易就穿到 架子鼓的那对话筒上面了 特别是低谷话筒 他们的低频响应都特别好 所以背诗一穿音 低谷话筒就会发出 巨肥巨焚的低频 把所有声音都给掩盖住了 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 架子鼓单独打的时候 整套鼓的声音都很干净很给力 但是跟背诗一合奏 传他喵的糊掉了 很多人以为这是因为 乐手的音色没做好 或者调音师EQ没做到位 但实际上还是串音问题 不管你用噪声门还是EQ 你都是去不掉这又肥又焚的 背诗串音的 唯一的办法就是把背诗音箱 裸软一点 别他喵的太靠近低谷 这样子才能避免这个背诗音箱 跟低谷话筒的串音问题 首先鼓手是听着节拍器打鼓的 没有背诗他也能打 就算他喜欢听着背诗打鼓 你他喵也不能把背诗音箱 放鼓手旁边啊 因为这样子鼓手也只能听到 背诗音箱屁股发出的 那些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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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人不偿命的低谷而已 除了嘣嘣嘣嘣的 能听到背诗来 他要听背诗玩 可以在他的监听耳机里面听 所以你放个背诗音箱在鼓手旁边 你可能会听到鼓手的怒吼 背诗声音里他们要关小一点 然后背诗手怼回去 声音小了我听个毛哦 然后他们就打起来了 所以不要想着背诗和鼓是两兄弟 要放一起 这样子不但容易错完音 还会引起塑料兄弟的舞台斗殴 当然背诗音箱最好放到舞台的边缘 或者舞台后面的厕所里面 这样子才能避免背诗音箱继续干扰其他乐手 这是因为舞台本来就有很多超音箱 和主角音箱屁股后面发出的低频 再加上背诗音箱的音量又大声音又粉 所以舞台上面的乐手反送音箱里面 除了背诗手要背诗声音以外 几乎没有人要背诗的声音 你会经常遇到主唱说 反送不要背诗 然后吉他手也举手 我也不要背诗 所有人都举手 我们都不要背诗 但我他们要没给你们的反送音箱送背诗啊 这舞台的背诗声传 他们要是背诗音箱发出来的 这就是为什么要把背诗音箱挪到舞台边缘 挪到厕所的原因了 当然我本人作为一个背诗手 每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时 我都会默默的把我的背诗音箱音量 再领到6个db 好了说回背诗手和鼓手 当创音问题解决之后 你们两个继续听条音师指挥就可以了 他叫你们弹你们就弹 他叫你们停下来的时候 背诗手里他们要别再slap了 这样子弹几分钟之后 条音师觉得烦了 就会叫你们停下来 那你们的试音就算完了 这时候可以下台一边量快去 顺便把舞台后面泡溜的吉他手给喊回来试音 不过下一期再说吧 好了 进节课就上到这里 想学习更多的干货 可以订阅我的音响中级和高级课程哦 里面都是我的独门调音套路 赶紧订阅吧 嗨咯们 一发彩海 让这一生公命在风浅散 路发已不在 何身已身 无多音响 烟月长埋于风波凝下 不过我屠的 我才 不过我屠的 我才 我才